一、二、一 大家好 我們也要把鏡頭轉到日本 大家對日本很熟 吃麵就吃日本麵 未切拉麵 大佬有些問題 不過好像沒有味道 看電影就看日本電影 Sashimi 大家其實作為中國人 對日本認識多少呢 可能大家認識一個富士山很漂亮 櫻花 山魚片 還有日本文字很多 漢字 中國人說日本人 我們經常都提四個字 經常說我們跟女生是同民同眾 但他未必認的 從頭到尾都不認的 是啊 他自己覺得是 叫做什麼呢 叫做脫鞋入歐 他自己覺得自己不是亞洲人 是歐洲的 他覺得是優秀民族的 因為那些是日本人 而日本 不論今天好 或者是 1931年的時候的日本人 基本上他覺得自己是 是一個優秀的威風 那大家我想經常都聽過 日本有所謂叫做 維新 維新運動 日本維新 明治維新 但是其實 日本還有一個維新的 當時是說得很響的 叫超禍維新 超禍日本的天王名 這個超禍呢 就是打仗去引起的 輸了他還有天王 那終於一直做到 很老好像死 超禍是他的年號 是吧 他是不是羽人天王 沒錯 是羽人天王 就是現在天王的阿爺 是吧 當時 戰後呢 就沒有人這麼說 超禍維新 當時日本呢 其實已經推動了一個 超禍維新 什麼叫超禍維新呢 就是將軍隊 農民 團結在皇室的領導底下 去振興這個國家 很強調 日本天王 當時大家 是將日本的天王 拱到 做一個皇帝皇帝 但是到最後 拱到一個神的地位呢 就是超禍 當時一個所謂超禍維新的論 日本人基本上呢 就將天王呢 拱到一個真的天王 當成一個神 當成一個神 就是他很強調一件事 對天王的忠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 軍人 日本本身呢 軍人呢 一直以來呢 基本上呢 都是講民人政府 但是田中二一 當家之後呢 當首首相之後呢 由陸軍大臣 到首相之後呢 基本上呢 就將整個日本 由民人政治 軍人主政 一直到1932年開始 一直到1936年呢 整個氣候呢 是軍人主政 做首相 這是第一點呢 第二點呢 很強調呢 一個那個 強國論 是 整軍經武 但在日本人當中呢 當時也碰到一個問題呢 就是當時 那個協約國呢 有那個叫做 那個船舶輪 那就是 戰艦的敦位 就五五三 就是 應該是 美國就 敦位的比例 戰艦的敦位 美國就 五 歐洲就五 加上蘇聯 日本是三的 就是那個 敦位的比例 整個日本當時呢 推動去 強兵 又建造航空母艦 又 最大一個問題 當時也碰到經濟不好 我們早幾次都說到 而在同時之間呢 一個戰爭的引白 只有兩個原因而已 要是你國家很窮 沒有錢 要是人家國家很有錢 那你沒有錢是搶有錢 所以要砌人 好像今天很多戰爭代表 這樣 是啊 當時中國呢 那個物資是很豐富的 但是又弱 那一弱的話就被人欺負的 就正如 好像剛才麥興所說 其實在整個日本呢 當時來講呢 是想著 搞定中國之後 就再進一步 向整個東亞呢 是去呢 是去呢 是進軍 就建立他所謂的 大東亞共榮圈 那我們呢 就講歷史呢 在這裡呢 我又講一點點 就是我 就是 看到呢 去到今天 就是2011年呢 其實日本人呢 都還有這個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在裡面 那在一齣電影裡面呢 我最近看了一齣電影 這齣電影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看過呢 就是鹹蛋超人 其實呢 超人這套戲呢 就是很多呢 就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在裡面的 尤其是 太怪獸了 保護地球 保護他的所謂光之國 這個呢 就是很巧妙的 那 他在那個超傳說故事裡面呢 就說到呢 就是說 哇 超人呢 就是用太陽能 就是拯救地球 然後呢 如果有他的存在的話呢 那地球呢 就會和平了 其實這個呢 其實這個呢 都幾有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在裡面的 對 基本上呢 當然我們說一下呢 日本民族的性格很有趣 大家知道日本人很喜歡櫻花 但是 大家 日本的角花 很多人以為是櫻花 其實不是 日本的角花就是菊花 是菊花 是啊 所以呢 菊花與劍 天王那個 那個 那個徽號呢 就是菊花來的 就是日本那個 好得我們見到的 其實是菊花來的 是一個蜜菊 但是日本人很喜歡櫻花 櫻花是怎樣的特性呢 就是 開呢 就很漂亮的 就是薩辣乾徽 一薩辣就掉 一陣就掉了 日本人呢 看櫻花就這樣看的 哇 真的知道開櫻花什麼時候 就去櫻花樹來喝酒 接著看櫻花 看櫻花 看什麼呢 看櫻花 跌下來 日本櫻花跌來的那一刻 整個樹都會 哇 因為櫻花是紅色的 跌下來好像血海一樣 鋪了 那日本人呢 其實他們經常都說 就是一種叫做 浪漫之味 我們叫做 那日本人呢 是對死亡呢 基本上他們覺得 就不可怕的 比如說 最重要是 死得 光榮 這個光榮 也是超和 超和維新推出 但是日本軍人 不要緊 戰死不要緊 是為天王而死 是光榮的 哇 所以日本人呢 當時的軍人呢 趕到催 催到不怕死 不怕死 接著又要去 去打仗 不怕死 最好去打仗 而日本 在1932年 1936年 整個年代 基本上呢 日本本身都是兩派 一種呢 就叫做 統派 一種呢 就叫做 天王的天王派 叫做神道派 基本上 兩派是一樣的 只不過一個統派呢 就說慢慢去侵略中國 有些少壯那些激烈 就要 立即侵略中國 所以呢 才出現了 九一八事變 就日本 其實九一八事變 發生的時候 日本 內閣人知道的 就是 那個少壯派 就是關東軍 那這班人呢 就覺得 哇 你在日本國內那班 的政治家 在搞搞鎮 霸佔了些位 那他們又沒有什麼 出頭之日 於是就馬上 不如在東北 這樣 跑到東北那裡 就發動一個 那個呢 是侵略戰爭 那呢 就被他呢 在九一八事變裡面呢 因為中國裡面 不團結 於是呢 就被他呢 是有機可乘 就建立了他所謂的 魏滿洲國 就拿了這個呢 是中國的東北 其實呢 一九三月到一九三六呢 這段時間 日本本身都發生過政變 兩次 就是軍人政變 一九三二年 五一五 那還有 一九三六 二月二十六號的政變 基本上 就是這兩個政變 都是日本的少將軍人呢 就逼個內閣 拱個內閣呢 就要去 即是快步 邁向中國 那當時 那當然最後 那少將軍人 其實都厲害的 那五一五的政變 那個日本首相 軟養毅呢 結果 軟養毅呢 軟養毅 軟養毅呢 最後死了啦 跟著就 二二六 直右政變 搞到 日本 基本上 整個 內閣最後呢 怕了這幫善上軍 哎 算了算了 說什麼就什麼 那 全面出擊 而最重要的一樣呢 日本本身呢 在那個軍界裏面呢 他們本身都在說一個 叫做 中國一擊論 什麼叫中國一擊論呢 就是對中國呢 一擊就搞定了 因為當時他們了解中國呢 其實呢 是一個不堪一擊的國家來的 那而事實上 真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日本人呢 是 了解中國的情況呢 是比中國人自己重要心的 他在1937年的時候呢 其實呢 發動了這個 這個呢 是盧溝橋事變之後呢 其實他已經呢 是針對中國 當時的情況呢 就去呢 是制定他的那個侵華政策 那 如果我們看回呢 從日本人的文獻 看到呢 其實日本人 對中國的態度呢 其實呢 是有兩個主線的 第一 就是打 打的意思就是呢 你 你中國軍隊呢 不夠打嘛 我就跟你硬打 令到你呢 是屈服 這個後來在南京 武衛戰之後呢 其實是有 產生一個影響的 第二 就談 就既然呢 一邊打完之後呢 一邊就跟你談了 那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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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答應我的條件 那這些條件都不是難 難答應而已 那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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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撤退軍隊 留守警察 那地方都是你的啊 是嗎 而且他呢 就很奸詐地呢 就留一條後路了 好了 那你談 沒問題的 你只要承認魏滿洲國 就是呢 普宜的滿洲國呢 就可以了 這樣 那而當時 在國民黨內部呢 就真的呢 有幫人呢 是相信這件事的喔 那所以呢 在後來呢 我們見到呢 我們怎樣要說 南京保衛戰呢 就是 這一個呢 正正好是 國民黨裡面 或者國民政府裡面 對日本情意結的一個表述 那 我們呢 講抗戰呢 就講了很多了 但是我們呢 如果從 日本人 怎樣去 跟中國 去 邊談邊打 而 中國人裡面 又怎樣 在這個 抗日的過程裡面 就猶而不決呢 作為一個呢 所謂民族的一個反思呢 其實應該要 認識這個事實的 是 在日本人來說呢 基本上 你侵略中國呢 坦白說真的不是 那些 村夫行為 我們什麼叫村夫呢 就是 那些 奸田老思想 不用想 他真是想的 心思熟慮 打到邊 跟著呢 就找你的中國人出來 搞個 自治 好嗎 那 華筆又搞個華筆自治 委員會 那 來到上海 佔領上海 又搞個 自治 好嗎 他講的 其實他講到 就 很好的 舊世主 我不是真的侵入你 政府都是你的人 華人 整個華筆又搞個自治 自治 自治 自治委員會 內蒙古又 佔領內蒙古又搞自治 自治委員會 在很短時間 馬上做到 馬上做到這些 自治委員會 當然啦 做漢奸 有質素嘛 大佬 高官厚怒 自然有人埋去 埋班 在這樣的情況 日本基本上 對於侵略的時候 同時不斷地自治 最後對於期望的一樣 將整個中國 成為殖民地 是啊 不過軍事上 駐兵 駐兵在那裡 那你華人 就做警察 然後背個章 帶個高藥 做漢奸 這些他們 當時 日本其實整個計劃 就很好 而 特別也都 坦白說 中國政府 對日本最認識的 基本上 來不去幾個 第一個當然是 蔣介石 蔣宗正 張群 陳誠 基本上 他們是流日 了解日本 還在學過軍事 所以蔣宗正 基本上 要狠肯定 上海打場 雖然 中國人 坦白說 剛才 前卿也提到 大家都要聽到 死了二十幾萬 日本也死了四萬 這四萬 對日本人來說 是很大的損傷 當時日本人 其實都一億人 不過他們覺得 那些軍隊 是鐵甲紅絲 不會死 不會輸 大佬 在那裡打巷戰 死了四萬人 四個月 這個對日本來說 其實很慘 所以在 上海 攻佔了之後 日本 於是 天王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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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一個 大本營 這個大本營 直屬天王 因為那時候 占領上海之後 他們就 組織了一個 預前會議 而這個預前會議 也組織了在中國 成立了一個 大本營 直接受命於天王 所以在 最後 戰敗之後 日本 東京法庭審 所以 漁人就說 我從來不知道 什麼事 我不是領導者 我是傀儡 大哥 他扔印來我簽名 但是 講到大本營 基本上是 直屬天王 只有一個人 可以落命令 就是天王落命令 是 當時 當時派的 那個司令官 是 井川 當時 是 侵略南京的 這個司令官 就叫做 松井石根 這個 就是當時 南京大屠殺的 或者叫做 上海 松戶戰役的 一個司令官 這裏 我們先講 一些年份 上海的松戶會戰 1937年 8月13日 爆發 直至到 11月12日 上海就淪合 在這段時間裏 我們上一節 八百壯士 正正是 十月二十七日 掩護當時 中國的主力部隊 去西徹 八百壯士 在四行莊庫 在十月二十七日 是堅守 四行莊庫 抵擋日本人的 進軍 而令到 中國的軍隊 順利離開 上海的 防線 十月二十七 至十月三十 十月三十日 撤退入英租界 應英國的要求 撤退入英租界 所以 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就淪陷了 剛才 先說一些日期 應該是 日本成立一個 所謂的大本營 11月十七日 松姐石根 就是一個 派衛軍的總司令 也是 日本駐中國 所謂的軍區 最高負責 他的大本營 直至十明天和 當時日本 本身有內閣 有首相 那個首相就是 近衛民王 但是這個首相都是軍人 都是上將 不過 在整個 中國的 派衛軍 基本上 他的角色很低 就是 受命於天王 派衛軍 是全面受命於天王 好了 那好了 11月十七日 日本正式成立一個大本營 打算 砌南京 當時中國 也都是 蔣文議長 也是一個決心 就是 宣布 就是千都 南京 去千都 千都 去重慶 當時我們 其實有所謂 政府 你叫做國民政府 就是一個主席 國民主席 就是林森 胡蘇魯很長 很過癮 胡蘇魯很長 上去唐莊 站出來 整個教書人 那樣 國民政府主席 他就搬到去重慶 因為山區 穩固 而 蔣文議長 當時 他由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簽到武漢 而 我也要告訴大家 軍事委員會 就是因為 盧溝橋七七事變之後 宣布抗日 成了一個軍事委員會 最高委員會 當時 亦都跟共產黨之間 亦都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合作 合作之後 就所謂 在延江的白路軍 就編為一個叫 新四軍 新四軍 這個集團軍 這個叫集團軍 那 而軍事委員會 那個時候 下面設了一個 叫政治部 那麼 周恩來 他又做副部長 終於又回來 國民黨 國民政府任職 那麼 政治部 那個部長 就陳誠 那麼 這兩個 又碰頭 那麼 周恩來都搞事 那麼 之前呢 就在黃埔軍校 做政治部 副部長 政府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那麼 現在是軍事委員會 又是政治部的副部長 那麼 都威風的 而 抗戰初期 或者整個抗戰 最大的事 就是爆弱國民黨黨 那麼 因為當時 在協議上 就要吸揚 就是吸揚什麼意思呢 就麻煩你 提供槍 提供衣服 提供軍武 一切 麻煩你國民政府找數 就是支撞一下他 支撞一下他 哇 衣服服 刀刀炮炮槍 在這個情況 千刀呢 我想這個是相當重要一點 不過我想八年抗戰呢 而當初日本 即打中國的時候 打算一夜齊南京 就先 如果大家回顧 我們 開這個節目 開始 我們說中日鑑午之前 中日鑑午之前 當時 中國和日本 黃河一役 打過 當時 公車上書 那些書信刊有衛提出呢 千刀 當時向江瑞帝要求千刀 而孫生 也都見李鴻章上書的時候 當時也提供了千刀 就是讓北京 拜託西遷 去西岸 當時提出西岸 不是重慶 千刀呢 表示將國家的首都 遷入內陸 表示一種 長期撞戰的決心 而蔣衛議長 當時就決定宣佈千刀 是 那麼千刀 就是表示一個 長期確戰 跟日本人在一起 那就大劑了 日本打算 喂 打了你上海 一夜 借你南京 那就搞定了 哇 你千刀 這個真是厲害 如果我們看回 其實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 真的很厲害 厲害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 在歷史裡面看到 日本出名的 那三個中國通 都是侵略中國的頭子來的 那這三個中國通 是叫做什麼呢 就是在陸軍裡面的中國通 一個就是松井石根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 是一個上海 一個松湖會戰的一個 是司令官 而後來去到南京 都是他這個做司令官 最高的 中國最高的大將 這個 另一個就是 嚴石山的老友記 或者叫做學卿 叫做板門徵四郎 這個又是中國通 這兩個中國通 就是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他們是陸軍軍官學校 應該這麼說 是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 其實就是 跟很多中國的將領都差不多 同一個地方畢業 後來呢 在陸軍大學那裡 是完成了他的課程 所以你看到陸軍 在日本的軍隊裡面的素質 其實是甚高的 他們都是大學生 好了 那這班的中國通 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香港人很熟悉的 就是曾經在日治時代 做過香港總督的基谷廉介 這個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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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義莊就是吃過虧的 我們今天先不說台義莊 但是呢 看到呢 這三個所謂中國通 其實都是侵略中國的頭子 就是害死中國的 其實嚴格說 剛才說的兩個師團 都是當時日本 在中國派的顯軍裡面 是相當勇猛 就是橫板師團 和機谷 其實都相當厲害 因為他本身的裝備 是吉日佛部隊 是啊 不是一般的步兵 所以他當時 從重版 從華北 一直掃到華中 他們從北京 打到上海 當時日本覺得 他是王牌師團 這個王牌師團 最後在上海一役 當然都相當慘重 但無論如何 基本上它是一個在日本的私团之下 是機入部隊,是相當勇猛的 而我們在說的一件事就是 在上海打完之後,其實日本本身都 其實將軍隊檢討了 因為檢討了什麼呢? 第一,30萬部隊扔下來都從未想過 日本真的從未想過 30隻戰艦,航空母艦,最後又調多一隻來 這樣不斷的軍炸 30萬的正規部隊 當時覺得你中國部隊 這些藍衣、藍褲,連鞋子都沒得穿的 拿一支槍去打仗,中國軍隊大砌 居於在上海被砌了四個月 他們覺得再砌下去怎麼辦呢? 其實當時日本大本人預前會議,他們檢討過 他們檢討之後,要再砌下去 怎樣?他們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法 第一隊都沿著他的舊思維 侵佔領南京 然後再希望能夠和中國 再打一場大會戰 將你中國部隊的殲滅 因為當時中國整個部隊有170個私勢部隊 南京去數你,都死了幾十萬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究竟日本應該怎樣跟你中國軍隊打呢? 喂,你四個換我一個 四個中國人換一個日本人 換一下換一下,發現日本真的不夠人 他們真的很擔心 因為當時我們說了四萬萬嘛,四億嘛 日本其實都是一億部隊 所以在上海,打完上海之後 其實在日本大本人本身 也有一個檢討 這個檢討他們發覺,檢討是一件事而已 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裝備不夠 是不是可以再提升 即將裝備提升 而這個裝備的提升 除了槍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呢? 所以我們遲些會說 所以在關東軍、排行軍 所以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要想一想 是不是有些大殺傷力的武器 什麼毒氣啊 細菌戰 細菌戰 於是在大本營 設立大本營之後 其實一個檢討就是 是不是在中國要設立一個新化武器廠 這個七三社的部隊 是的,如果我們說回日本對中國的策略來講 真的,在1937年10月 他們曾經開過一次會的 當時是10月1號 他們就說 如果要將中國滅亡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要摧毀中國抗日的決心 這個是奠定了後來 為什麼日本人是要利用那些漢奸 是跟中國的 特別是一些所謂親日派 是互相眉來眼去 拉攏它 是成為一個偽政府裡面的成員呢? 好了,下一節我們開始進入一個南京保衛戰 好嗎?好,謝謝